来看看新闻网 花游艇都搬来了 别急 这个不是某位明星又赶着上头条了 而是电影美人帮的拍摄现场 当天为了拍摄六对新人 共赴婚礼殿堂的画面 看得出土豪剧足可是花了大代价 不过如果你以为这么豪华的婚礼现场 一定各种高端洋气上档次 那就大错特错了 你看在伴娘席的刘雨昕 就是那个在不护金心里 带着美童还拍古装戏的蒙昧着 当这大眼睛表情丰富 疑似被婚礼感动坏了 但是回头我们却发现 她视线对准的地方 却只有替身一闪而过 新郎新娘完全不知去向 有点看不懂吧 来来来小编给你科普一下 拍摄过程当中有一个词叫 借位 同俗的来说就是往往你看到的那些唯美至极的镜头 直正拍摄起来可并不轻松 你看此次美人帮的拍摄地深圳虽然算不上严寒 但是毕竟在海岛上光着膀子终究是冷的 于是华服下的装备就成为了一道华丽丽的风景线 而现场由于没有设备限制 工作人员还只能通过人工发音烘托气氛 要知道这时候演员还要装作十分投入满足的模样 还真是挺难为他们的 这个困难第一不是我的 我也感受没有那么明显 再一个呢就是 有海有直升飞机 关键没有人 说的也是 想着让两个演员演出婚礼的温馨感觉 期间还会有无数的重复恩机 曾经拍过至少16次婚礼戏的戴娇倩 难怪叫苦连天 而佟大为在拍摄《门第》的一场婚礼戏份时 身边的演员余宁佳 还一度被记者认为长得很像妻子关月 但是就算这样 他也打不起精神 像谁 像生活中的妻子 像生活中的妻子 跟我老婆 好像有点 我其实拍了特别多结婚的戏 但是真的到底结婚 自己拍过压照 那个感觉 是发现那个才是真实的感受 也见于此 剧组会想尽办法在婚礼的布置上 试图打造一场试听盛宴 比如此次美人帮 再比如电影《巨额婚礼》的现场 导演就特意为男女主演 安排了一场水下婚礼 要知道在水下长时间憋气 这痛苦绝对是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而初次下水的男女主角 蓝正龙 韩采音 因为肺活量不够 却总是被逼浮上水面 这颗电影中的唯美桥段 简直天阳之别 当然这其中也不发惊险一刻 导演尤小刚曾经在拍摄一场 精心准备的热气球婚礼戏时 因为热气球降落的过程中遇到气流 导致自己膝盖受伤 女主角施孝群也扭伤了脚 刚才我看好像脚是不是挖了一下 稍微有点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婚礼戏都是苦差事 对有些明星来说 那再苦也是件美差 比如代价新切的高圆圆 你知道吗 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婚纱 那时候 我老穿着白色的纱裙 就像我爸的肩膀来跑去 我爸那时候就说 女儿啊 你真的平常婚纱的那一刻 爸不去了 哎呀 我说的都要哭了 就是我在说关于父亲的那一段 当时在拍那几场戏之前 他突然给我的 他就觉得 陶思琦是一直 要哭了 其实你知道 就是那种 就是女儿要出嫁 然后女儿对爸爸的那种情感 看来女神是想着嫁了 某人还不行动 今天妈得跟你把这事正式说的 不是有个姓赵的小子 一直都追你吗 说是都两三年了 你到底怎么想呢 新永乐在线综合报道